第二百二十集 一箭若奔雷 刹那之间 王座之间的战斗如同火山爆发 毫无征兆的就打成了一团 而且不是一位两位 而是数十位 大赵的皇宫这一刻 真的成了皇宫了 看天上 那足足五六十顶王冠 在尽情的闪耀 在闪斩腾挪 在祸死的拼命 在下三天历史上 有哪一个王国的皇宫中 可以有这等盛大景象 只有大赵 唯有大赵 大赵王国经此一战之后 必然会在下三天历史上 永垂不朽 虽然大赵的皇族 都是欲哭无泪 但这也算是一种荣耀吧 这件事情结束后 两国争霸落下帷幕的时候 有著名诗人就今夜之事做诗一首 月圆寒冬夜 繁星一起修 刀剑引骚乱 诸王惠中舟 尸骨如山鸡 鲜血四海流 一拳冬天鹊 一剑射斗牛 王座遍地走 五尊不如狗 试看碎骨肉 个个可封猴 两国来征战 相攻又相守 乾坤自翻蝶 四季直有秋 大赵霸夜窟 第五太轻柔 千古兴王室 全在阎王手 好诗啊 好诗 且说此时的大赵皇宫中 的确是热闹非凡 季末已经完成了任务 却也已经累得虚脱 向着一个地方插了插手 然后描不通就幽灵一般闪现 背起季末 撒吹就跑 从今天此刻开始 这两个人也就正式地淡出了下三天 楚阳躲在暗影处 看着两人离去 眼中充满了感情 谢谢你们我的兄弟 如若不是你们 我在这场大乱中将一败涂地 终三天再会吧 届时 我们在并肩战斗 所谓的炎鸯刀已经出手 楚阳很利索地换下白衣 来了个黑衣蒙面 蒙面筋下边 居然还吊上了一缕胡子 哪怕只是看这个蒙面人 应该也是岁数不小了吧 现在 乃是浑水摸鱼的大好时机 这个机会不容错过呀 墨天云会不会死在这呢 今天 是否就能够送给顾独行一份大礼呀 楚阳跃跃欲试 场中 顾氏家族的王座已经左之右桌 而墨氏家族的王座高手 左冲右突 还是完全的被挡了回来 二十几个大世家的王座高手 全都集中在这 他们有什么机会从容逃脱呢 墨天云不断的进行引诱分化 偷袭暗算 但是诸般手段用尽 却还是出不去 就是因为最后拦在他面前的 乃是对他知根知底的奥邪云 这两个死对头一凑在一起 墨天云顿时就住嘴 这个家伙不管说什么 那都是对牛弹琴 他是不会相信自己的 所以不必白费功夫和口水 墨天云 留下炎炎道 欧谢云淡淡的说道 声音虽然不大 却是遗旨气使命令一般的居高临下 缓了你 你会留下吗 墨天云哼了一声 你们墨氏家族有几个网座 奥邪云冷冷一笑 众目睽睽之下 大家都不敢杀死你我这样的家族继承人 这是真的 不过 你们家族高手却不在此列 他们死了也是白死 他们死光了 你觉得你能保得住炎炎刀吗 哼 保得住保不住 总要是国才知道 墨天云冷冷一笑 奥歇云 你以为那些人就跟你是一伙的 他们哪一个不想得到炎炎刀啊 就算是到了你的手里头 难道就不是争斗厮杀了 那你为何不干脆嫁祸于我啊 奥歇云微微一笑 哼 你还不配 墨天云翻了个白眼 嫁祸于你 不到山穷水尽的最后时刻 谁会嫁祸给你啊 木然 场中发出一声惨叫 却是故事家族一位王座突然间倒下 胸口的位置灿烂的盛开一朵穷花 场外 一直观战的谢丹琼脸色苍白 大口大口的喘气 刚才 故事家族两位王座围攻谢氏家族一位王座 眼看情势不妙 若是这里面打出了缺口 墨世家族就能够跟着故事一冲而出 所以 谢丹琼以全身之力 发出了自己的独门暗器 穷花 穷花出百花穷 以谢丹琼现在的实力 也只能发出一击而已 但就是这一击 却毁灭了一位王座 剩下的那位故事家族王座 发疯一般的大叫 舍弃了自己守护两位公子的位置 风芳咆哮着 一路大骂着 欲剑飞向了谢丹琼 谢氏家族两位王座同时跃起 在空中阻挡 就在这时 奥邪云 力图雄 谢丹琼等人同时感到一股危机 不由得军事抬头看去 顾炎阳和顾炎月两人游自在放声打呼 杀了他 杀了他 一股凌厉的剑风 漠然出现 这一剑 似乎是带着亘古的苍凉 一万道寒光闪烁在这个寒冷的夜空 一道黑影 黑衣蒙面 黑色蒙面惊吓 有一缕飘逸的胡须在阴风飘动 但就是这样一条黑影 斜着势不可挡的万道寒光 突然从那火光中冲了出来 从冲天的大火之中冲了出来 一柄剑 依稀可见在他的手中 幻化作一条腾云驾雾的游龙 冲进了人群 这一剑所致 就算是九品王座也感觉到遍体生寒 人人都有一种感觉 这一剑 绝对不属于人间 这是天上的一剑 妖魔的一剑 地狱的一剑 哪怕阻挡在这一剑之前的是一座大山 这一剑也能切碎了它 所有人都是海然大惊 诸位正在激战中的王座 纷纷不由自主的闪身躲避 万道寒光 就那么携带着气壳吞天的气势 撑了进来 畅通无阻的从十三位王座的头顶 一冲而过 然后 雪空一闪 寒芒惊鸿彻定一般的在半空中猛然一亮 斜斜地撑向空中 在空中一个转折 却有流星一般消失不见 这一剑 从来到去 只有短短的 甚至来不及眨眼的时间 剑光已经远去 但众人身上的寒意却尚未消除 这样的一剑 谁能使得出来 谁能够挡得住 在场高手中不乏九品王座 但现在就算是九品王座 也已经汗流浃背 闭上眼睛回想一下这一剑 人人都是从心中生起一种无力的感觉 这一剑的目标 倘若是自己 那根本躲不过 只有是引进带路 不好 谁中剑了 奥歇云大叫一声 众人顿时如梦初醒 这一剑突然出现 绝不会全无目的 但是他的目标到底是众人之中的哪一个呢 所有王座高手都震惊地看着自己保护的少爷 看了一眼之后 才放下心来 天可怜见 少爷没事啊 就在这时 公子 公子 公子你们怎么了 一个凄厉的声音响了起来 众人身体一震 寻声看去 只见 故事家族仅存在那位王座高手 正张着双手 悲愤欲绝地叫着 突然间他仰起头来 惨烈地大吼一声 苍天啊 怎么会这样 在他面前 顾颜阳顾颜月兄弟两个 呆若木鸡一般地站着 两人的眼中都泛出死灰一般的神色 还带着浓浓的不可置信 但是 二人的咽喉 却都如同喷泉一般 喷出了细细的血线 这一剑 同时斩杀了两个人 顾氏家族的两位少爷 顾氏家族两个低系继承人 也是仅有的两个 这一剑之后 可以说顾氏家族也就绝后了 莫天云看着正痛苦嚎叫着的故事家族王座高手 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眼中射出了恐惧的神色 众公子呆若目击 这一剑 来如奔雷 去如闪电 众人只来得及看到一个黑衣蒙面的人影 甚至看不清楚身形 唯一有印象的恐怕就是面罩之下飘扬的胡须 这可到哪去寻找凶手啊 楚阳已经离开了皇宫 他在发出这一剑之后就立即离开 这里无论闹成什么样子都已经与他无关 这一剑就是 一点寒光万丈芒 九节剑九冲天剑法第一招 楚阳并非是不想杀莫天云 实在是莫天云身边有王座高手保护 而这一剑全凭锐气 只要被挡上一挡 就会无功而返 以楚阳现在的功力 还不能突破到斩杀王座 再斩杀莫天云的地步 还有 若是一击不中 还要面临被留下来的危险 在场的可是有数十位王座 而楚阳就只有这么一击之力 一旦被留下来 那可就全完了 楚阳当然要选择实诚把握的事情 顾是兄弟二人的后卫高手 一死一离 整个场间再也没有比这两个人更适合下手的目标了 他没有把握斩杀莫天云 所以先送给顾独行一份大礼吧 杀死顾颜阳和顾颜月 一剑若雷霆 一剑攻城 攻城则神退 直到他退走好久 这里还是一片寂静 四周噼噼啪啪的火焰燃烧的声音 反而显得嘈杂了 顾颜阳和顾颜月兄弟两人始终一言不发 喉咙里面咯咯作响 就这么不可置信的看着前方 然后慢慢的仰天躺下 倒下 不可置信的眼神仰手望天 他们两个到死都没想到 竟然会在这里 会在这种地方 会在这种绝对没有危险的战斗中 被突如其来的杀手取了性命 他们不是应该去抢夺炎阳刀吗 他们不是最应该注意 墨天云和奥歇云吗 他们不是应该 怎么会 怎么会呀 两具身体轰然倒下 永恒的黑暗将他们的疑问尽数掩盖 那位故事家族的王座呆愣乐的站着 刹那间有一种痛不欲生的做噩梦的感觉 故事家族一共出来四个人 两位公子两位王座 但眨眼间的功夫 另一位王座当场被谢丹琼杀死 而两位公子几乎就在那位王座身亡 还不到一坛纸的时间里 被人居杀 只剩下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 墨天云和奥歇云面面相去 都看到对方眼中由衷的震惊 这一件的可怕 让二人都心中泛起寒意 两人同时想到 倘若自己身边没有护卫 便如顾炎扬他们一般面对对方的居杀 自己会如何 这么一想 从整个脊梁骨上都冒起了寒意 那位故事家族的王座狠狠地跺了跺脚 突然俯下身子 将三具尸体一具一具地挪起来 扛在肩上 接着 他就用如玉喷火的眼睛 狠狠地看了一眼谢丹琼 一言不发 大踏步地往外走去 回去 带着兄弟的尸骨 带着少爷的遗体 回去 总要有人将这边的事情 汇报给家族 自己回去 虽然也是死路一条 但这件事 却要带回去 无形中罪魁祸首 就变成了谢丹琼 是谢丹琼杀了一位王座 而且调开了另外一位王座 若说这次自杀与谢丹琼没有关系 连奥歇云和墨天云都不信 这 这分明就是 蓄谋已久 第二百二十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这个下转的听优优独播? 我们下转的听优独播? 我们下转的听优独播